还记得艺人小马吗?想不到他突然从世界第一等消失竟然是因为发生这件事。 39岁的金钟主持人小马,倪子军。日前在国外血压飙高,惊觉身体亮红灯,反台后闪死主持了八年的八大招牌节目世界第一等,制作单位也火速找来张善为取代。 外界质疑他病因不单纯,小马18日也在脸书透露,在台湾抽血检查,是遗传性高血压,还好最后情况稳定下来。 但小马受访时仍称健康问题与审思无关。 6 小马主持八大世界第一等近8年,2010年还以该节目摘下金钟奖。 横角节目主持人奖,但日前他突以长年出外景,少有时间陪家人为由,擅持该节目。 可外界却指向小马的健康陷阱讯,加上主持一集财5万元,付出与收入不成正比才是关键。 小马近8年来靠此节目约入账1500万元,不算太多,最重要的是拼到金钟奖座。 小马表示,因为工作关系,常给周游列国出外景,不但生活作息不正常,而且长期周车劳顿。 日前小马在厄瓜多高山上出外景,忽然感觉身体不适,回台抽血检查后,发现罹患高血压。 小马说,这是我第一次发作,快吓死,医生说应该跟疑传有关,吃了三天药,现在已经停了。 小马还在脸书透露,因为情绪紧张,忧虑,脑袋无法停止,失眠三天,右高处海拔2800公尺,结果血压高到180,心跳110。 由于高血压是健康的隐形杀手,问他请辞是否与身体有关。 饮食已改清淡的小马说,不是,是另有新的工作安排,才忍痛离开。 但据悉小马未来将以台湾走透透为主,短期内不会飞来飞去。 6 小马基茨主持人,张晨为林威寿命接下主持榜,一喜一忧,很多人羡慕我可以常常到世界各地出外景,但其实出外景真的很苦。 穷的只剩下钱 42岁一人女子军,小马,日前上中国节目《我是演说家》第二季,在节目中以主题穷的只剩下钱演讲,透露自己花了30年才从荒唐人生中顿武,因为一场风灾,一个无私的付出。 一杯老婆婆手上的水,令她痛感前飞。 钱可以满足你的欲望,钱可以实现你的梦想,钱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,钱太棒了!但她想告诉大家,不要穷的只剩下钱。 引起全场共鸣。 2015年8月20日,与女友小米选在西西情人节公正结婚女子军,Morrison Nee,1973年8月20日,台湾男艺人,一名小马。 曾与吴宗宗宪,校中,刘耿洪组成歌唱团体修比都华。 团体接参后朝主持界发展,主持八大电视台外景节目世界第一等,荣获2010年电视金钟奖第一届杭角节目主持人奖。 除了艺人的身份,小马2009于脸书创立《爱无限》,I will share环保公益团体,现音教会承接,正式成为《爱无限》。 I will share社团法人,本身为李氏,也加入台湾一起发光协会,认真是一职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